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招揽大量的业务员 公司设在台北市的商业大楼 主打生计医疗产业前景看好 并以各种话术向被害人推销未上市的股票 但是经查证都是虚构的 该公司并没有任何的营运业绩 也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上市柜的记录 除了谎称名人也有投资来加大说服力度 诈骗集团还透过嘘寒问卵的方式向被害人行销 并要求民众以面交或汇款方式缴钱 目前已经有9个人向警方报案 初步估计诈骗金额超过5800万元 其中有一位女士就被骗了3500万元 刑事局已经依侵法诈欺罪罪 证券交易法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 将全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安信主贤与市民共犯被法院裁定击押 警方表示许多非法证券商将未上市上会公司 以具有生技医疗等热门题材 包装诱骗被害人投资 提醒民众投资股票一定要选择合法证券公司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张旗腾太北报道